体360 做了一个环中挺身三圈 然后做了一个码头打滚360 然后又做了一个无锅连 做了一个码头挺身三圈 还可以看一下它的姿态两边控制的还可以 但是它的伸展离环就是 拳拳的高度支撑高度不够 基丁斯表演结束 那么作为主场作战呢 这次我们看到英国队的这些男选手们在决赛当中 应该说比到现在发挥还是很不错的 刚才呢陈一斌也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幅度的问题 这个新规则当中对以前做拳拳霍托马斯的时候 缺乏伸展幅度啊 以前只是扣0.1到0.3 但现在扣得很厉害了 已经扣到了0.5 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每个选手的纵向这个撑手的旋转要求两个手尽量平行 而角度要是如果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角度比较大的话 每一个选手都要追加扣分扣1.1 这是一个很大的扣分因素在阿玛里面 但是从他这套阿玛来讲 完成了应该算是 算是质量比较高的 对 作为英国选手来说 那么这是伦敦第一次办体操的世界锦标赛 但不是英国第一次办 英国曾经在1993年 博明翰办过这个体操的世界锦标赛 大家可以从观点楼来看 他的屁股离他那个环就很近 所以这个支撑的服务显然就不如像 大家知道的肖青啊 还有张鸿涛 这次来的张鸿涛比较 比较起来要差很多 调环 这也是英国选手托马斯 在这轮当中比跳环的是资格赛第7到第12的选手 大家看一下他的调环 这是一个前空板乘十字 再做了一个后板乘倒十字 大家可以可以看一下 他的倒十字非常 角度不够 他不够平 是一个后板的分腿水平 又做了一个十字 这是一个前空板两周 前空板 区域体前空两周 接一个后板乘手倒立 这是一个向后打人环 一个向后打人环 后指上没有顺下 他站稳了 但是这套启运分不是很高 因为他的用力动作不多 而且每一个用力的动作扣分因素应该很大 刚才全民给大家说他这个角度的问题 先来看基丁斯的这个安玛得了15.50分 这个角度主要是看我们要看一下肩膀和手的角度 如果十字的话肩太高 这显然就是角度不够 选手的姿态要比很多 就是欧美选手要强很多 对 英国选手刚才调环得了14.575 他炸掉